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调青青的阵容推荐 经过长期的等待,我终于等来了我自己的大师兄长门 经过思考,我组了一个比较平民向的阵容,跟大家分享 好,不多说,进入竞技场 好,开始了,看一下对方阵容,是一个土酸奶 诶,这个站位是我碰到了吗 诶,没关系 这个不是我的想象的那个站位,等下我会调回去 这一局先凑合打,因为这样站不好 因为西瓜山站在一号位没什么意义 只要能让他们打到就好了 应该让我的这个土酸无物站在一号位 我这样他的小敌就不能普攻了 也就是第一回合土主也不能开奥义 这个小鹰家学我没办法 但是土主你这样三号位奥义是铁定被我打断的 我没有那样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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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心了 这回小敌奥义我就没办法了 刷新 西瓜山奥义 我就不信打不死你的这个递达楼 神罗天灾 还复活呀 随随你便吧 下个维俄图永无一个奥义 还不 哎呀 小敌死了 不死就好了 不死的话 他的 他的尸体都不见了 想复活都复活不了 这位 这位朋友是铁了心的 跟我打到底了 是吧 已经没了 土主我小敌都死了 还怎么玩呢 神罗天灾 小敌也趴了 只剩下地狱道了 那你消失吧 沉沉沦 玻璃之术 好好看下队友阵容 有这个四代火影夫妇 还有崴罗风土 这也是一个刷新流 讨厌 先攻比我快 不让我奥义就把我定身了 这个早晚可以动 没关系 等下我们就照着他的金色神光 上人水门在竞技场里非常的脆弱 雪非常的少 很容易打死 我就是给这个长门的奥义摁出来 看他了解不了解 不了解了 他明码一锅打过去 是打断不了的 因为他的连机连不到了 因为水门被控了 他没有奥义 那我得奥义啊 虽然也是没打断到他吧 对方也不刷新 也不嘴上 这只要做肾 你不刷我刷啊 我刷了之后 我的西瓜山还是要奥义的 水门就没了 水门就没了就没有的完了 好吧 好吧 就剩下五海螺了 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就剩下五海螺了 我不如上个回合把这个OE点出来了 好接着打 哇这个阵容有点好玩 金鸣老子的阵容 爽虐我的节奏 如果看这个人者强度的话 但是其实不然 这个他这个阵容其实弱点就在水主 这个水主一被控就就没有的完了 我这边是怕控风阻 但是没有他那样怕 他这个水主一死就很难玩 看我神罗天在 他这个水主真硬 他是那个加暴击的被动回血 就跟那个百豪之术 跟水手鹰的一样 他这个应该是控风 会玩的肯定是控风 等下还是后手控他的水主 你别的都好说 你这个水主是软肋啊 我这个水主要是不就控上了 然后西瓜山以分老死还死了 太好了 金鸣奥业还是他选择金鸣奥业 天天没有奥业 反正你查个拉子这么多 你金鸣奥业还是控风朵 不让我刷新 哎呀图永无死了 这个不要紧 还有能破他神秘的 破了他闪避之后 师兄来一下 龟派冲 好爽 好我们继续 对手阵容有活主 带人 使手鹰 还有这个女高 上来就控了风主 这样我就没有查查拉了 那我也是后手控你的这个活主 不影响 即便你控了风主 一样可以 控你先 就是后手控 哇 好 来一场 小鹰想加血 别想 这回长龙哥可有这个能量 卡克拉了 可疑风主又被控了 他这个思路也是非常的轻重 反正 反正 渴着我一个打呗 来 西华山来一下 然后 长奔师兄再来一下 哎呀 活主没死啊 不知道能不能喷死我 看来是死的了 没刷新出来 其实刚才我目标不应该打带人打活主好了 那样就就不会死了 风主就能刷新出来 现在小鹰可能都已经够呛了 不过现在也是没太大问题 给他吸晕了 后手控还是 新手控 直接变没了 陈盾玻璃之柱 继续 这个看一下队友阵容 哇 小狐狸 又碰到名人了 我们要抓尾兽了 不过应该是以天道的形态来抓 他这个 这个 他这个好像 哎 还好这个小狐狸打到我了 他是那个大狐狸 我就没办法了 他这个歇道 他这个套路很深呐 好吧 我进神龙天赛一下 火星空好像比较高哎 火星空比较高 然后我又打他的水主 先不刷新呢 因为刷新可能被他打断 他打的是一号位 那就没关系了 刷新 刷新了之后 西蛙山先来高椅 然后长门再来高椅 哦哇 他这个小狐狸出手了 还好我早早的刷新了 看他们都残血了 这回大师兄努力啊 准备啊 龟派激攻 龟派激攻准备 龟派激攻准备 你看一下对手 嗯 这个阵容有点平民价 确实都是平民价格 为什么 雷主要带分身不带跟镜 其实如果他这个阵容带跟镜 还是还是蛮强的 不是跟镜就不够强了 打不到我的这个西瓜山 真的遇见了 哎 这回打到 29连击 在他29连击的时候 我出手了 他没有到30连击 大师兄 来一下 名人表示压力很大 这个就是 他复制了一个封 对他来说 其实没太大用 我估计三连击 我屋的分身没了 屋的分身没了之后 这个伤害就一下子找我拨 诱神的行动在我的意料之内 哇 雷主要开雷凯呀 第一回合干嘛呢 第一回合不开 好 已经退了 好 对方也有西瓜山 这个都是 水影那个村子给来的 西瓜山二代水影和这个五代水影 控这个水煮就可以了 好 空一号位 你没有想到长门吧 长门是可以解状态的 没用这样 哦 西瓜山又刷新 我也是帮他刷新的 差不多了 应该还差一次罢了 好 现在他可以奥一了 西瓜山 西瓜山奥一 打我的这个我没办法 又来一剑 啊 直接秒了 真巧 不过他的西瓜山也应该死了 啊 退了 这个对手也有长门 还有雨油力 还有二维 还有我最讨厌的 还有我最讨厌的净反 我这个确实有点怕净反 我这个确实有点怕净反 因为只有一个定身嘛 定身如果被净反的话 就比较麻烦 哎呀 刚要放奥一 被顶回去了 他吸了我二十的蓝 哎呀 打错了 应该打雨油力 哇 这个 这个摁的这样快的 我以为得下个回合了 啊 这回合也赶上了 哎呦 我的先攻比较快 哎呦 净反了 净反到谁身上了 净反到西瓜山 好 已经退了 看对手的阵容 是一个历代图影队 有二代图影 三代图影 其实大家都知道故事里 黑土是四代图影 看了那个剧场版 里面去一起救名人的时候 就是 各个影嘛 崴罗 还有常侍郎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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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土 这都被减速啊 不过 问题都不是非常大 这 这回就来得及 这个回合就可以 长门就可以 奥乙 真是爽 一号 我也被控了 然后 下个回合 估计它是图影 奥乙 你奥不奥乙 我都打你的图影 奥乙正好 啊 都是图影 这是三代图影 现在空的是三代图影 哎呀 我的这个风阻刷新 是中了缓慢 没解了 长门唯一不能给它解状态 刷新了之后 还可以放 奥乙 刷新了之后 还可以放 奥乙 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 对方退了 对手这个阵容就是 看就是 可能是新手 因为 因为 这个刚手 通常不能放在前面 可能以为看了漫画 以为刚手是 可以自己治疗 超硬的 往前面 可以违背那个医疗忍者的心得 好几条 只要你学会了百豪之术 内心你都可以无视 这样他的刚手就被 后手碰了 一号位 即便星空高也没有 没有 这位长门的 奥乙 第一回合 没来得及 然后 水煮加雪被打断 熬着 西瓜山还可以 奥乙 复制哪一个都没有用的 我这个没有能让你一下子提高很多战力的人种 复制长门还是不错的 对西兰 三北市场 这不对全市 要是下个回合就没有全市了 好时间关系 这是最后一场了 又碰见图影吴 两个图影吴 还有天道 天道碰到老朋友了 没讲个话 为什么长门和天道没有对话 肯定还是空他的一号位 这个火煮并没有进凡呢 神龙天真了 打天道一点 减血真不少 然后下个回合他插卡拉不够 只能博主奥逸 哎呀西发山还被控吗 这出乎意料之外啊 没关系 博主肯定会被打断 然后刷新 西发山奥逸 长门奥逸 还剩下长门 神龙天赛 二代火友 让你见识一下 如果大家看了我的视频 有更好的阵容创意 请不吝赐教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 再见